比特币再次去重回了59000多美金的水平 那就在过去一段时间的话 比特币也是出现了一个反弹的一个动作 直接又再次去占上59000多美金的水平 那面对这种情况来回在这个位置震荡 昨天已经说过了 这个位置只有可能会在这个位置进入反弹了 再去测试上方的水平 那这个支撑点呢 昨天已经画出来非常明显的一个支撑点 那在这个支撑得到之后 价格就出现起稳的一个动作 向着更高的一个位置进行了 目前这个下降通道的一个位置 中间的位置 还在这个61000多美金的水平 所以这个61000美金的水平 不突破的话 比特币的一个动能就不会强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资金流入情况 那在过去一段时间的话 是出现资金流入的一个情况 这是偏向一个利好的一个消息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清算地图 目前在日内的话是一个看涨的一个情绪 比较明显了 比较明显了 那看它充分了6万美金的水平 日内的一个主力点是在6万 所以6万到6万1这个区间 6万1只要没有突破 比特币的一个行星的话就不会强势 那之前我们也看过 是吧 它依旧是在这个小型的上乱通道当中 它目前呢 它一个支撑点金来到 5万7千多美金的水平 5万7千7百美金的水平 所以这个位置的话非常关键 一旦再次失手的话 它价格可能会继续跌回 5万6到5万3千美金的水平 所以这个关键点 5万7千多美金的位置是 近期我们去关注一旦跌破 那你要去立即去止损你的多单 甚至是去可以去反手去做空 那这个位置非常关键 那上方主力点的话 是在这个6万1千多美金的水平 既然它有反弹了 你就可以去顺势去操作 或者是回踩之后继续在这位置去 保持一个多头去看到 上方这个6万多美金的水平 这是一个情况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以太坊这个情况 以太其实在这一波行情当中 也是出现了一个反弹了 反弹 它力度大家很明显可以看到 它的力度并不是很强劲 那之前的一个小时级别的一个反弹 在这个位置又被击穿了 是吧 它跌破这个2650美金之后 它价格就一直是维持了一个回调的一个状态 这个支撑点相信大家都是重点的关注 也就是2520美金的水平 一旦再去死守这个位置 那它可能会走一个二次触底 再进反弹 形成一个W的一个双底的一个形态 这是比较可能的一个事情 但很多朋友就说 那之前的一个行情怎么办呢 那日内的一个行情怎么办呢 日内确实是有一个大级别的一个行情啊 之前它的一个主力点啊 跌破这个三角里面 它的价格的话就出现一个巨大的一个回落啊 它主力点已经来到这个比较强劲的牛市压力位啊 已经在上方的一个3700多美金的水平啊 但是我认为之后它的一个主力点会变得更加低啊 是吧 会变成3500啊 3400啊 这种水平 物选而言的话 它这个位置没有走出来 我们去探导它的一个牛市突破点的话啊 未免有点滑稽啊 有点搞笑是吧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从四小级别来看的话 它支撑点是在这个2500美金的水平啊 目前的话出现一个抛售的一个情况 抛售 那我如果是出现抛售的话 我会在这位置去考虑啊 一定的一个多单啊 在这个保持一定的一个强劲动能啊 因为在过去段时间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近期天的话 是发售了22亿美元的一个USDC 说明的话 整个市场的话是有资金流入的 那有资金流入的情况上 再加上美国的话 它的一个钱包里面 仍旧是有120亿美元的比特币啊 说明啊 还没有去抛售啊 只有啊 资金啊 只有在上涨的过程当中才能撤出来 说明这一轮牛市是没有结束的 很多朋友就说啊这轮牛市结束了 是吧 虽然现在的行情非常无聊啊 每天在这个震荡的过程当中路过 但是我们在坚守一到两个月啊 可能啊奇迹就会出现了 说耐心一点吧 朋友们啊 我们相信很快啊 黎明会到来 我们下期见拜拜